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全家出发去山东济南市的平英县 待两天 然后去郊州 去青岛 待两天 整个行程连来带去是五天 现在我们就要出北京了 这个高速叫青云电站 我们走那个京台高速 400多公里 从北京到山东平英的距离是400多公里 去平英呢 主要是看一下 特别有名的平英玫瑰 这也是向往了很长时间了 去朝圣一下 平英玫瑰就是从 很早就有记载 就是李时珍那个时候 我本草纲目里面应该就已经有 好了我们 过了收费站了 可以开了 这个能正式开 现在120 时速120了是吧 对我们就是正式 就算正式的出发了 还是挺开心的 选择平英 还有原因就是这五一春行 不去特热点的城市 去点冷门城市 就是不会那么多游人 然后把好的东西都录下来 好好分享给大家 这是到了河北永庆这个服务区 看这个五一期间 出行的人还真是不少啊 这是有餐厅 那边停着一些大车 看来今年这个五一出行的人 非常多了 那边还有个小花园 过程 看看这是卖饮料的 饮料区 服务区房间收了一个小花园 来到这服务区 可以来这小花园 走一走 转一转 休息一下 好了我们该离开这个永庆服务区 继续赶路了 轻装上证 这儿是一个饮料的促销了 这么多美 好我们这是离开了这个永庆服务区了 这是本次旅行停车的第一个服务区 沿途好像说一共是15个服务区是吧 对 这服务区还不错 对儿子游罗设施呢还有 还有加油站也是配套集权的 我们继续出发 你看看可以看看道路两边 这个这次出发 路完全跟我们春节出来不一样了 对同样都是精彩高速路 但是这个春天确实 好绿啊 特别特别绿 生机不过 现在属于还在好背景内 现在我们转到京阜高速上来了 刚才京台那边可能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说车转到京阜 以后能提前40分钟 现在从导航的显示确实是能提前40分钟 而且京阜这边好像车很少 还要走 而且你看它刚才是8点40 8点33 对又提前了 这边好像是工业区 苍州 这边好像还属于苍州 刚才那个京台那边 它真的是太多了 这边感觉很清静 那个路切换的挺好的 挺及时的 看个远处那个树的那个像防沙里 防沙带吧 看看这小羊 这么多吃 各种也还有那种咖啡色的是吧 现在又出现这个防沙里发电 河北的大平原真是平 又平又宽广 看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你看见没有 防沙里发电机在悠闲的工作 是吧 这点是悠闲 因为空不大 咱们这个道路切换的挺英明的 那车少多了 这什么华北油田 还有可能 苍州感 苍州感 苍州看着这个城市建设有没有 并幅很大 对呀 现在咱们进入孟村服务区 孟村服务区位于京户高速里 苍州 Mark 苍州有限制 苍州驿州 苍州美谷开头 苍州公司 苍州难道 苍州保县 苍州美谷 resurrection 整个孟村服务区 干干净净 后来现在各个省市的这个服务区都修得不错了 这有一个超市 这是种着这种紫色的花朵 这应该叫鸢尾花吧 开的非常好 今天这个天气啊 现在变得还不错 方向较大 它这个红旗飘飘 服务区的人也挺多的 车也挺多的 说明这五一出行的人还是挺多的 好了 这服务区咱们就看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是在已经进入济南了 然后离目的地 160公里 太阳也 虽然非常漂亮 但是西洋西下了 现在走在的是这个 济南的这个 应该是它的外围吧 这都是农田 然后远方呢 有这个 晚霞 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 我们这个 我们这趟旅程呢 一定是特别完美 济南25公里 济南25公里 咱们离咱们的目的地 真是非常近 100多公里 一会儿就到了 今天整体来说 这个路况还是挺好的 但是也确实看到了 大家这个放假了 都出来了 在服务区特别明显 就人比较多 车也比较多 这也是大棚 对 这下边全都是大棚 山东确实是个农业大事 因为我觉得山东农业 这两年好像发展的特别好 咱们吃的好吃的好吃的 水果都是山东 是吧 山东瓜瓜蔬菜 对 蔬菜 好美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订阅 关注 点赞 评论 谢谢大家